大家好 我是Candy 歡迎收看《粵語最財經》 廣州方村金融盤飯茶爆了 涉市金額超過8億元 時間不到9個月 繼窗細茶後又一款金融茶爆裂 對付時間一拖再拖 大家都是沒辦法才來這裡 8月4日不少經銷商聚集在飯茶研發中心外 試圖鎮日土耀雪霸 而在樓上的經銷商 亦是群情洶湧齊聲高呼退潛 近日來茶葉澎湃飯茶爆雷的消息迅速傳開 將其推到封口浪漸 有熱外人士猜測 這可能是方千茶葉市場至今為止 涉案金額最大的金融茶事件 8月3日飯茶一指 重組公告將其推上封口浪漸 公告中說今年以來由於各種謠言的攻擊 導致市場不穩定 造成大量資金被限制 公司將震衡債務或股權重組 具體重組方案 代資產清算 並表決後公佈 在不少投資人來看 這個等於是飯茶正式宣布爆雷 以飯茶的特事信在於 其是全國最大的茶葉銷區 廣州方箱裡數一數二的茶葉品牌 根據官網介紹 飯茶合作 桑萬某的茶葉基地 擁有飯福大廈、貧鑑中心、研發中心、創柱中心 培套中心 以及五百家的實體店 利用高回報的誘人前景 飯茶吸引了一批有一批人入稿 飯茶在短短兩年之內 趁速掘起 成為了茶葉市場上的巨貌吧 在董市長靜朝根的掌桌下 飯茶的一批茶甚至可以炒到十二萬元 炒飯茶一年賺一個小目標之類的故事 在熱界、廣為流傳 被人吹諸若霧 但是 這個看似繁榮的背後 這場炒茶的熱潮 其實是一種另類的龐氏編告 那些曾經滿懷憧憬的投資者 現在也只可以面對殘忍的現實 簡歎自己只是被割了狗菜 多位投資者透露 涉及金額可能有上百億 現在他們可以做的 就是去飯茶總部圍堵鄭朝根 不讓他走路 愛企茶的數據顯示 飯茶空股有限公司是在2022年9月成立的 其法定代表人為鄭朝根 同時是飯茶的董事長 該公司的股權結構由兩位自然人股東構成 分別是鄭朝根和鄭海華 他們分別持有62%和38%的股品 飯茶的董事長鄭朝根名下 與多達十餘家的企業有聯繫 其中超過一半的企業現在仍處於存續的狀態 除了已知的幾家企業外 他的關聯企業還包括去年4月 新成立的廣東飯福十二控股有限公司 和去年5月創立的飯將酒業有限公司 在這些企業中鄭朝君 君擔任著重要角色 要摩執行董事長 要摩監事 但飯茶的推出要被公司成立這麼早一些 2021年底 飯茶就開始公開招商 當時做茶葉生意的蔣民 以12800元的價格入了一批茶葉 這批投資在一個月後得到了回報 蔣民正佔了16200元 個高利潤回報 被蔣民反而有點擔心 就沒有繼續再投資 但飯茶的腳步並沒有因此停止 以更加順猛的勢頭向前衝刺 2022年11月1日 飯茶116家經銷商門店 在全國各地同時開業 2022年底飯茶經銷商突破460家 平均每天有一家飯茶店開業 正朝軍限出要將飯茶打造成茶行業的蘋果口號 在燃銷上落足功夫 飯茶的廣告登上了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 納斯達克大屏 巴黎春天百貨步行街 還顧名了一系列飯茶喉的高鐵 這麼有甚者 飯茶在韓國還開洩了首家 跨國形象店 飯茶預入中天 蔣民的生意反而每抗愈下 2021年蔣民每月還可以賺10萬左右 一日忙到晚 有時候連飯都顧不想吃 現在他的收入最多可以勉強維持一到兩萬 而且一日還很空閒 沒有事可以做 看到朋友投資白茶賺了錢 蔣民也很心動 於是將近5萬元買了三款茶葉 了解到投資人在購買時可以選擇 15日、20日、28日、還有50日、75日等不同的期限 投資的時間越長 飯茶信樂給的利潤就越高 利率在1.5成到3成不等 交易過程中 並沒有簽署過任何具有法律效理的合同或文件 飯茶投資人黃宇透露 在購買茶葉時 投資者會收到一條收據 相當於是流通碼 到時候找經銷商或飯茶公司 進行兌換的貧政 但是一旦收據丟失 投資者就只可以找經銷商兌換 這事計本來是為了 放置經銷商走路 無法進行兌換 但沒想到 現在連公司也都頂不住了 按照約定 蔣民購買的三種茶葉 分別在8月10日、8月13日、9月6日到期 但是沒有等來收益 卻等來了飯茶爆雷的消息 7月22日 飯茶發布了一則公告 說公司和部分經銷商的銀行賬戶被凍結了 他們正在處理解凍事宜 預計8月上旬可以解封 同時公告還建議各平台和經銷商 將所有訂單交付時間往後順現10日 也都是8月2日後恢復正常 蔣民表示 起初可能沒想到情況會這麼糟糕 後來債務和股權重組方案一出 則折擊碎了最後的希望 事實上6月12日 廣東省市場監督稿就發布了 關於規範茶葉市場價格行為的通告 提出9不得經營者定價不得違反公平、合法、信實、信用、質價相符的原則 不得違反名碼標價規定、不得空抬價格、不得發布不真實的市場價格信息、不得打龍通帳價、不得價格欺詐、不得採用非法手段變相提高價格、不得虛假宣傳、不得訪問混淆。 這位茶金融敲響了警鐘 蔣民也在朋友圈看到相關訊息 但他並不在意 經歷過多個金融茶走路的蔣民 深知其可能存在的騙告 他明白茶葉的價格不可能是指漲不跌 這個明顯是一個殺豬盤 極高的利率下 茶葉只可以靠新投資者的本金支付利息 一旦無人再投資 金融盤就會崩崩 儘管生知其中的套路 和很多人一樣 他總是想賭一把 總以為自己不會是最後一波折盤人 金融盤的形成有他的土養 誰給他撕了肥、誰給他陽光 金融盤的形成 住在荒川茶葉市場發展的一個階段 他是不可以避免的一個點 用十年的時間來回顧今日的風雲 你會發現一切都有規律可塵 當實體經濟蕭條 金融茶低迷 茶葉市場寒情慘淡 難以維持生存的時候 就會有人挺而走險 玩資金盤 就是龐氏偏高 用第二個人的錢還第一個人的利息 依此類推 人員越利越多 雪球就越滾越大 飯茶葉運而生 三年發展了600多家專營店 其實昨天已經爆雷了 因為沒有打款 今天出公告人家才知道自己被騙 昨天還相信是公司只是暫時的困難 今天才知道是人家的編稿 人家一直都是高端的老千 人家一直在玩你 一直在騙你 以真情難天無情動 老千的房源一套又一套 你套了一圈又一圈 最後會成為套中人 老千可以在一段時間 握所有人 但是不可以在所有的時間 握所有人 握了三年 終於結束了 市場摘下來會哀紅遍野 參與飯茶的人 聽說達到百分之八十 受害者達到百分之七十 之後進去早一些的人 賺到錢上岸 而後面進去的人 基本上都是埋在裡面了 飯茶咳走市場那麼多資金 對市場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可怕的是 外圍做飯茶的那麼多受害者 隨著今天的一聲雷 明天會有無數人來方圈 土耀血汗錢 茶葉光復的一場 升風血雨 被人打冷陣 隨著飯茶的巨淚 對方圈茶葉市場 又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這個不會是最後一個爆雷的金融茶品牌 而且還會有投資者 湧入類似的編稿 因為在方圈 永遠流傳著 這樣一句話 上車早是讚爆 下車前是韭菜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